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原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琦 第362章 游鬥靈感大王 2 上次講到 蔣宏先生問我是否想和靈感大王開打 我當然就不想和靈感大王開打 只不過想到不做任何準備 我怕我和他講不夠三句話就沒命了 無論如何都好 至少我有少少自保能力 我當然就不認為 血煞豬可以搞定靈感大王 就算我用血煞豬和扶波獸來打 都未見得有什麼優勢 當然 就除了自保 都要看看血煞豬到底燒幾張重符才能這樣應 以我目前的手段 三張重符可能就差不多了 我近期感應血煞豬 都沒有超過三張重符 如果今次超過三張 就只能說明血煞豬出了問題 就在靈感大王的綿蒙雨車出現的時候 我燒了第一張重符 結果 龜甲百獸廊沒有任何反應 我就不覺得意外 馬上燒了第二張 綿蒙雨車在降落前一定要減速 否則很容易車位人亡 正規的綿蒙雨車應該由綿蒙鳥去拉車 但靈感大王很明顯沒有找到綿蒙鳥 在車前的軒圓上掛了一隻四海風箏 那樣東西在魯班京內記載著的奇物 到後那些認識魯班京的神手木像式造成 在那隻風箏上撥出昏金黑道 那隻風箏便可以飄揚過海 一路飛到昏金的位置 前提就是不可以逆風而行 一定要順風 就算是少少微風 只要是出動鵝無風便可 靈感大王用那隻風箏套在車上作為動力 所以顯得不倫不擂 減速更加要提前 所以那部飛車降落得很慢 我第二張重吶燒完之後 血煞豬在規格八十郎裡飛了出來 開始圍著我轉圈 我很清楚自己用命在搏 靈感大王和其他暗收門江湖的人就不一樣 駕駛血煞豬圍著我轉圈還遠遠不足 我一定要讓血煞豬有個主動攻擊的叢靈 讓它可以火一個血罪獸出來 於是我又燒了一張染蟲符 但沒有效果 在這時候 靈感大王的面蒙雨車 直到慢慢降落 我又駕駛時間燒多一張 但還是沒有效果 就是在這個當口 面蒙雨車已經停在山頂上 在車上有一個人走下來 是一個飄著銀色弧縮的白夜公 有一米八這麼高 它上半身穿了一件羊皮棉蠟 下半身是一條撞青色的褲 穿了一雙高幫尖駭 那雙鞋 老黑帽也有一雙 這樣就可以作為古董 是晚清時很流行的款式 靈感大王腰間還插了一個煙袋 翡翠嘴、黃銅鑊 差不多有一米那麼長 如果我不知道是靈感大王的話 還以為是牧羊人 這個人趕了羊羊走在山上 沒有人可以看穿它 由於隔得很遠 我沒有看清楚靈感大王的樣子 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歲數 更加不知道它是人 還是異物 靈感大王出生也有百年了吧 這個歲數作為人的話 未必可以有這麼長命 我還以為既然口稱大王 無論如何看上去都很高貴 但沒想到是這樣的打扮 不過回想起來也不奇怪 因為靈感大王在入奇門前 其實就是暗室門裡的人 這樣的打扮都算是標配 黃河水葵和以來山山燒 單隻腳在橋中跳出來 看到那個白衣公單膝跪在地上 居然不敢抬頭 我看了一眼 心想 復波獸真的夠大膽 夠膽在我背包裡 不出來和靈感大王見面 也不怕靈感大王發現它在山上 第二張演藏靈笑完之後 還未見到有效果 我馬上拿出第三張演藏符 蔣黃河水葵在橋中出來見靈感大王 趕快去服侍它 整個山頭上 那些暗室門江湖客在交頭接耳 開錯像蚊子那樣黃黃聲的 然後慢慢越說越大聲 居然成為公開討論 七嘴八字那樣在討論靈感大王 黃河水葵比自己兄弟要通靈很多 近幾年 他大概懂得聽一些人說的話 於是 他對著靈感大王 回報了一下山上的情況 在他說話的時候 我第三張演藏令燒完了 謝天謝地 終於感應到血殺豬了 血殺豬不再運軟 推着我轉圈 又在我身前置走 荒聰響突然無止 可是在他的身體澤 strategic 親眼出現一個血罪獸 是一隻如山藏手那樣的血紅色狗 血殺豬不像當年那樣飲癥 有些不倫不類的 被栗防洗掉怪物出來 這次按照山藏手的樣貌 我也不知是為何 可能是因為血殺豬見到 山醋子工作比較穩定 靈感大王之 тер味噴為叫成大王 可能是黃河水葵和復波壽叫出來的 那個八億公一看,就與大王兩個字無關 反而像一個翻山越嶺放羊的八億公 靈感是他的道號,而且這個人學的道門都是靈感之道 可以控制另一個,所以相當厲害 靈感大王聽完招雲山上發生的事後,似乎很生氣 他快步走到黑靈感應旗下 忙了一下被曼洪寶踢落地的泥胎葫蘆,然後很生氣地說 曼洪寶呢? 黃河水葵整個頭都是紅色帽,站在靈感大王身邊 用力在另頭,那些紅色帽被風吹起後 好像是一個獅子頭一樣 靈感大王見到後,漏白白地說 肯定是那個姓曼狗的鬼 他想要快點拿回葫蘆,於是換走了 我就不怕他飛出天外 我慢慢再和他算帳 我聽到後,身邊想 是否可以借靈感大王這個題目發揮呢? 就說,胡佬是曼洪寶偷的 曼洪寶現在不在山上 靈感大王根本沒有注意到我 我混在那些人群旁邊 安安靜靜在佈置血沙豬 那是因為沒有人向靈感大王提起我 黃河水葵就當我沒到 其實我做什麼都好,他全都見到 只不過他不想和靈感大王說明 黃河水葵和副波手一樣 對靈感大王其實沒有表面上那麼順從 靈感大王突然就問 我的黑騎士者呢? 黃河水葵和鵝說了一通,瘋三倒四 靈感大王皺著眉頭聽了很久才聽得懂 大人之間叫出來 走了?你說他們走了? 在這個時候我先看清楚靈感大王的樣子 他對眼睛有點凸出來,好像死於眼 他的鼻樑前面是凸起來的,後面凹下去 這樣就叫做山根不足 他整個腰都是糊塑,是雪白色的 靈感大王看了一下整個山頭上的人 看到那群人對自己很害怕,不夠膽走過來 他就問黃河水葵 又是誰?連命都不要 解了我的黑靈感應旗呀 黃河水葵博明在此轉頭 他的意思就是,那個人我不認識的 你知道嘛,他當然不認識 靈感大王站在黑靈感應旗下 扶著旗桿,聲音也沒有出 他面對著自己精心報庫告而變成這樣 心情肯定就不好 靈感大王在旗下,扶著自己的煙袋 用來在這裡索,沒想到他噴出來的全都是黑煙 就好像黑靈感應旗刪出來的黑煙一樣 索了幾口之後 靈感大王的煙袋,開始大面積在這裡飄黑煙 那些黑煙,將黑靈感應旗的旗桿團圍著 和剛才不同的是,那些黑煙一直聚集在地上 而不是在半空之中 圍著黑靈感應旗的黑煙,一會兒就散了 散了之後,我再看了一下,也不再嚇了一跳 那六個黑騎師姐好地地跪在旗桿下 這是捉人的方法,是個驅雲馬 本來就不是很奇怪 我的山序寺,林務成本家道寺都懂這個 但我從來沒見過有人會用這個法術 洗了一陣黑煙之後 那六個逃走的黑騎師姐,全部被她捉回來 我就開始懷疑,靈感大王是否人 為何會用這些義物的法術 那六個黑騎師姐本來就不知道 靈感大王會用黑煙來捉她們回來 如果早知道的話,當然就會走了 大人之間伸出黑煙之中 大人之間又見到靈感大王 那六個黑騎師姐嚇到傻了 跪在地上幫命叩頭,希望靈感大王搖命 靈感大王對著六個人之中 一個小頭目就說 你們起來說話了 放心,我不殺你們 你們老實說就行了 是誰把我的陰兵葫蘆掉包 是不是萬鴻堡 又是誰製了我的黑靈感應旗 那個小頭目就說 是誰掉包,我們不知道 根本就沒有看清楚 但絕對不是萬先生做的 那個狐老一不見了 他被任何人都要激動 萬先生曾經懷疑 是山上某個人下手的 靈感大王面色一尋問回她 那她懷疑誰啊 那個小頭目額高頭周圍望了一下 她在掃緊整個山上的人 我心想糟了 這個小頭目肯定指的是我 果然那個小頭目的目光 停留在我身上 用手一指就說 大王就是那個穿著膠小大廠的年輕人了 萬先生懷疑 是這個人對陰兵葫蘆做的手腳 製造了黑寧感應期的人 都是她的朋友 反正就是他們這群人做的 剛才還和萬先生打了牆 他是上山搗亂的 我心想你知何時做了我的朋友 真是荒謬 不知道就不要亂說 不過除了你之後是我的朋友 這句我不認可之外 其他基本都是事實 靈岩大王對著小頭目摁了頭 順著小頭目的手指看著我 她面上微微拿出笑容 走過去跑步小頭目的肩膀就說 好好 好好 只不過你們剛才不應該走 我要給你們六個人 一個小小的懲罰 去黑寧感應期那裡 圍個圈跪下 那六個人一聽 只是罰跪了 很開心 按照當初 啟動黑寧感應期的樣子 圍著旗桿跪下 每個人都覺得 可以收回一條命 很興奮 靈岩大王看著我之後 沒有打算跟我說話 而是對著那六個人 笑口實實地說 不是這樣跪 是要挺直的腰 挺胸抬頭 那六個人馬上 把頸子伸向天 抬起胸口 但靈岩大王覺得 力度還不夠大 他繼續說 未夠未夠 繼續挺胸 那六個人用力挺起胸口 對眼看著黑寧感應期 他們的腦袋向後仰 似乎快塌下 靈岩大王在的時候 挑起煙袋 用力吸了一口 對著那六個人吐了一口黃煙 那陣黃煙在那六個人之中 有六口鮮血在六個人的胸部噴射而出 直接射到黑寧感應期上面 接著那六個人的內臟全都白裂出來 那些心肝脾肺腎 對著天射出來 血淋淋掛在黑寧感應期上面 這一幕之後 小雲山山頂即時炸開了 很多暗山門江湖客在大呼小叫 小膽一點的腳底抹油走路了 靈岩大王在的時候 臉微微小 對著我拱了手 向著我慢慢走過來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